这十句话,易于点醒迷茫失落的人,一学会沉默,有时候,你被人误解,你不想争辩,所以选择沉默,本来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得了解你,因此你认为不必对全世界喊话,却也有时候,你被最爱的人误解,你难过到不想争辩,也只有选择沉默,全世界都可以不懂你,但他应该懂,若他竟然不能懂,还有什么话可说, 生命中往往有连舒伯特都无言以对的时刻,毕竟不是所有的是非都能条列清楚,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的是与非,那么,不想说话,就不说吧,在多说无意的时候,也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,二至少平静,在你跌入人生谷底的时候,你身旁所有的人都告诉你,要坚强,而且要快乐,坚强是绝对需要的,但是快乐在这种情形下, 恐怕是太为难你了,毕竟,谁能在跌得头破血流的时候,还觉得高兴,但是至少可以做到平静,平静地看待这件事,平静地把其他该处理的事处理好,平静,没有快乐,也没有不快乐,三学会弯腰,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,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, 所以,你闷不乐,因为你觉得都是别人恶意,别再耿耿于怀了,回家去擦地板吧,另一块抹布,弯下腰,双膝着地,把你面前这张地板的每个角落,来回擦拭干净,然后重新省思自己在那场冲突,所说过的每一句话,现在,你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, 是不是你渐渐心平气和了,是不是,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,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,劳动身体的同时,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绪,而且,你还拥有了一张光洁的地板呢,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,死不要想如果当初,你说,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,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,如果只是选择吃炒面或炒饭,影响似乎不大, 但选择读什么科系,做什么工作,结婚或不结婚,要不要有孩子,每一个选择都影响深远,而不同的选择,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,你又说,生命中不可承受之情,就在于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啊,如果当初如何如何,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,这种充满怅然的难难自语,还是别再多说了吧, 每一个岔口的选择,其实没有真正的好与坏,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,就不会频频回首,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,无努力,不管成功与否,漫步临间,你看见一株藤蔓附着树干,柔软与坚实相互交缠, 你感动于这静美帝一幕,让幸福与归属就此驻足吧,你想,不知未来会有怎样一番风雨摧折,也许藤将断,树会倒,也许天会荒,地将老,那么,请时光停格在此刻吧,停格即是永恒,永恒里若有这静美帝一刻,未来可能遭遇的种种劫难,便已得到了安慰与报偿, 六保持单纯,因为思虑过多,所以你常常把你的人生复杂化了,明明是活在现在,你却总是念念不忘着过去,又忧心忡忡着未来,坚持携带着过去,未来与现在同行,你的人生当然只有一片拖泥带水,而单纯是一种恩宠状态,单纯的以皮肤感受天气的变化,单纯的以鼻腔品尝雨后的青草香, 单纯的以眼睛捅射远山近景如一幅画,单纯的活在当下,而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,既然没有是非,就不必思虑,没有真假,就无需念念不忘又忧心忡忡,无是非真假,不就像在做梦一样了吗? 是啊,就单纯的把你的人生当成梦境去执行吧,其控制情绪,今天的你是不开心的你,因为有人在言语间刺伤了你,你不喜欢吵架, 所以你离开,可是你只是离开了那,却没有离开被那人伤害的情境,因此你愈想愈生气,愈有气,你就愈没有力气去理会别的事情,许多更该用心去做去想去处理的事件,就在你漫天漫地的心烦意乱之中,被亲户被漠视被省略了,因为,你只是一心一意地在生气,在情绪上做文章,这是对自己的浪费,而且是很坏的浪费, 毕竟,生气也是要花力气的,而且生气一定生元气,所以,聪明如你,别让情绪控制了你,当你又要生气之前,不妨亲生地提醒自己一句,别浪费了,爸抓住最好的时机,绝不错过,你曾经买了一件很喜欢的衣裳,却舍不得穿,郑重地供奉在衣柜里, 许久之后,当你在看见她的时候,却发现她已经过时了,所以,你就这样也错过了,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,却舍不得吃,郑重地供奉在冰箱里,许久之后,当你在看见她的时候,却发现她已经过期了,所以,你也这样与她错过了, 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裳,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,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,都是遗憾,生命也有保存期限,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,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,郑重地供奉在心里,却未曾去实行,那么唯一的结果,就是与她错过,一如那件过时的衣裳,一如那块过期的蛋糕,就偶尔地处理轨道, 某次你搭火车打算到AD去,中途却忽然临时起,意在B地下了车,也许是别致的地名吸引了你,也许是偶然一瞥的风景出动了你,总之,你就这样改变了本来预定的行程,然后经历了一场充满惊奇的意外旅行,AD是你原先的目标,B地却让你体会了小小的冒险, 回忆起来,你说,那是一次令你难忘的出轨经验,生命中的许多时候不也如此,心无旁骛的奔赴唯一的目的,不过是履行了原本的行程而已,离开预设的轨道,你才有机会发现其他的风景,使悄悄地回归平静, 曾经有一段时间,你心情低落,甚至懒得拉开窗帘,看着窗外的阳光,因此你当然也忘了去看看,窗台上那一盆每天都需要喝水的玛格丽特,如此不知过了多久,总算有一天,你都过了心情的低潮,同时也想起了你的玛格丽特,天啊,可怜的话,她还活着吗? 你战战兢兢地拉开窗帘,却见她迎风招摇,花言可居,原来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,你虽然忘了为她喝水,老天却没忘了以雨露眷顾她呢,许多事物悄悄地在你的视线之外进行,而且悄悄地安排好了他们自己,天生万物,天养万物,一切其实无需担心,你只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,不留任何遗憾,足以。